今天我要抢银行 你保佑我成功 朝阳有三十万野生散养人波切 嘿嘿嘿 你牙行会口关去 有那钱 文书不得管他妈这蛋事呢 文书不得闲着蛋坑管你儿子高考 藏传佛教渊远流长 我们可以不懂 但既然来到寺庙呢 那叫基本的常识 我自己呢信佛多年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几个常识 不是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人都叫喇嘛 喇嘛跟和尚都是上师的意思 刚出家的阿科 安多地区叫阿科 魏藏地区叫古修了 因为两边的藏语不一样 你看那几个你就不能跟他叫喇嘛 那几个就小阿科 阿科没有到喇嘛 到喇嘛你得修行 小阿科出家要学五部大论 这五部大论学完三年一部十五年 然后入下密院入上密院 学出来成为喇嘛 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了 所以你要成为这个格鲁派的法台 甘丹赤八 那一般都七八十岁才能担任这甘丹赤八 相当于这个格鲁派的教主 这个你这个很难的 两年一任 那有的到不了两年就挂了 是吧 所以他是这个 所以喇嘛不是是个人就叫喇嘛 至于第二个活佛 这个词都更扯淡 是吧 西藏人根本都不懂什么叫活佛 这是我们汉人给人起的名字 人家的藏语叫祖古 意思是转世者 你能转世才叫祖古 不能转世就不叫祖古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们常听的词叫仁波切 朝阳有三十万野生散养人波切 一般都是汉语咸熟 尤其是东北口音 干啥呀 这样的人波切 属于野生散养 会讲汉语的人波切 就是野生散养的 因为他一辈子修经念咒 没工夫学汉语 没工夫只要会讲汉语 一般就是野生 尤其东北口音 那百分之百是野生散养的 野生散养 再有一个呢 你们都没拿香吧 有人拿了 拿香一定要注意 一个庙 一个店 只能上三炷香 用左手 因为右手是擦屁股的 所以用左手上香 按照中 右 左的顺序 就是你记住 怎么不方便怎么来 越方便越不对 宗教就是让你不方便 让你各种受限制 让你蓄消 供高我慢之心 上个香 你还嫌麻烦 你上什么劲呢 那一把点着往里一扔 你那时候别来 你上香的时候 先上中间 礼敬佛陀 归一觉 觉而不迷 然后第二炷香 上到右边 礼敬法 归一正 正而不邪 第三炷香 上到左边 礼敬僧 归一静 静而不染 所以你上这三炷香 归一佛法僧 同时也是归一觉正静 你为什么要归一佛法僧 为了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你才要归一 如果你是学习藏传佛教的弟子 那么你一定拜了金刚上师 你要上四炷香 第一炷香上给你的上师 第一炷香要给你的上师 所以你看凡是修行藏传佛教的弟子 他在上香的时候 一定要念四归一咒 用念这个四归一咒 那么古尔贝 那么布达 那么达 那么达 那么三个 用这个凡语念 就是理经佛 理经法 理经僧 第一个理经你的根本上师 如果是藏了念 你会念这龟一咒 你连这龟一咒都不会念 就胡扯他 你看这好多人跪到这 跪到这也不懂 要上几炷香 然后跪到这 你那是癫痫 25个家门票还不如挂号去呢 还能挂一专家号 你这干什么呀 你跪到这 太没劲了 你来拜佛 就一个目的 理苦得乐 超脱轮回 我要成佛 你来拜来 你别他妈 明天我要抢银行 你保佑我成功 明天我要搞破鞋 你把他老公弄死 是吧 我儿子高考 文书菩萨保佑 文书菩萨管他妈这淡事呢 文书菩萨闲着蛋疼 管你儿子高考 是吧 人家大智文书 不是这个智慧 不是他们让你高考的智慧 是让你脱离苦海 理苦得乐的智慧 你说我不想成佛 我认为当人挺好 下辈子最好投胎在非洲 然后到中国 一年十万奖学金 撒了一半 你这个投胎 你说我就愿意这样 那你就没必要拜佛 明白这个意思吗 参观参观就完了 看看他的艺术 看看他的造像 这好歹都是老的 就完了 没有必要拜 千万别跪在那 我儿子高考 保佑我成功 你押行贿口关去 有那钱 对吧 你给他捐那么十万 管蛋用 你给口关十万 这是办成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就是 没意义 你这个拜错庙门了 听我讲了这么多常识 那有朋友就纳闷了 您说我不想成佛 就别来拜佛 那我不拜佛来寺庙干啥呢 这个问题有讲究 不拜佛来寺庙干啥呢 下一集 我带大家逛寺庙 看麻呢 看文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